男友是孤高清冷的少年天才,极其厌恶身体接触。 我们恋爱多年,没做过任何情侣间的亲密之事。 我本以为他天性如此,做好了柏拉图的准备。 直到他生日那天,我坐了四十个小时硬坐去找他,却看见路灯下。 他笑着,轻轻扯了一下身旁少女的马尾便,随后握住了他的手。 那一刻,我决定不要他了。别人碰过的男人,我嫌脏。 一向冷静自持的他疯了。和许莫白冷战的第十四天,是他的生日。 我带着打工半年攒钱买下的生日礼物,揉了揉因为坐了个小时硬坐而没什么知觉的屁股。 从省到市,两千公里。 我站在大操场旁的路灯下,忍不住忐忑地想向许莫白看见我时的反应。 应该和以前一样吧,面无表情。 淡淡地,朝我点个头。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,好像没有感情的机器人。 回想吵架的原因,我忍不住叹了口气。 远方的光影影绰绰,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 正要迎上去,却发现他身旁还有别人。 少女扎着高马尾,穿着一身运动装,正仰头和许莫白说笑。 而许莫白我好像从来没有在许莫白脸上见过如此放松的表情。 身旁的少女叽叽喳喳,他伸出手,轻轻扯了下他的马尾便。 少女娇叽一声,拍在他的手上。 他非但没有生气,反倒是陪他一起打闹起来。 路灯为二人打上了一层温柔的光韵。 容貌娇好的少年少女,在月色下嬉戏打闹。 美好的像偶像剧里会发生的情节。 可我却没有一点欣赏的心情。 原因无他。 我们冷战的原因,正和许莫白的性格有关。 明镇省的少年天才,17岁保送大。 岁,已经成了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。 天才有天才的怪癖。 许莫白极其厌恶身体接触,已经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。 不参与任何竞技类的体育运动,从不乘坐公共交通。 初中时,曾因为同桌开玩笑碰到他的手,把同桌打得头破血流。 而我,作为他的女朋友,也不是例外。 我们不接吻,不拥抱,甚至连手都没有牵过。 一周年纪念日的烟花下,我踮起脚尖,偷偷吻了他的侧脸。 他眼神无波无澜,可迅速退开半步的动作让我受伤许久。 我总是安慰自己,许莫白性格如此,但有时,也会有些不甘心。 七夕那天,设有官宣恋爱,朋友圈的牵手照收获众人祝福。 我忍不住截图发给许莫白。 开玩笑地说,恋爱三年没牵过手,天下也就我独一份了。 他只回了一个字。 哦,我赌气,十四天没有给他发一条消息。 而他,更不可能主动找我。 我最后还是哄好了自己,像往常每一次一样。 跨越半个中国来找他,却看见这么一幕。 巨大的割裂感朝我袭来。 一辆摩托车从少女身边飞驰而过,许莫白下意识将他拉到了身后。 扯着他的手。 那明显保护的动作,让我心头又是一通。 与此同时,许莫白也看到了街对面的我。 他仍旧面无表情。 只是动作停顿了一下,随后快步朝我走来。 少女哀哑一声,扯住了许莫白的衣角。 莫白哥,你突然走那么快干什么? 许莫白没有正开,任由他扯着。 他走到我面前,低头看着我。 你怎么来了? 细碎的光洒在他眼底,今天之前,我以为这是他的温柔。 我提了提嘴角,努力扯出一个笑。 把手里精心包装的礼物递到他面前。 许莫白,我来祝你生日快乐。 许莫白刚要接过我的礼物,身旁的少女突然出声。 天! 莫白哥,我们预约的餐厅要过时间了,来不及了,快走。 许莫白的动作被打断,跟着少女的拉扯前进几步。 突然停在原地,看向身后的我。 愣在那干嘛? 走啊! 我脚步虚浮,下意识地跟在他们身后。 还有点没缓过神来,刚才那一幕在我脑中循环播放。 我明白落在他们背后的我很多鱼,坐在出租车前排的我向累赘。 可是,喜欢了这么多年的人,真的就能这样轻易地放弃吗? 后排,女孩叽叽喳喳。 讲着我听不懂的实验室去世。 许莫白轻声附和,二人之间气氛融洽。 我忍不住回忆我们相处的细节。 一开始,我也喜欢和许莫白分享生活趣事。 即使她从不回应,我也乐此不疲。 后来,在我兴致勃勃地跟她讲宿舍楼下的小猫时,她打断了我。 李叔,你每天都这么闲吗? 从那之后,我再也没跟她说过一句废话。 自然也不知道,她也会这么认真的倾听别人的废话。 我攥紧了礼物包装袋的手柄,个得手心生疼。 巨大的疲惫和悲伤几乎要把我击垮。 出租车司机注意到我泛红的眼眶,半开玩笑地说, 小伙子,别光顾着和女朋友聊天啊。 你妹妹被你冷落,都快哭了。 后排沉默了下来。 脆弱被戳穿,我慌忙地擦掉眼泪。 心头涌起无限地尴尬和窘迫。 不久,女孩轻轻地笑了一声。 不好意思啊,把你给忘了。 我是墨白哥的师妹谢卓,比她小一级。 不过,我跳极了,现在和墨白哥是一个导师手底下的研究生, 不出意外也会和她一起读博。 你是谁啊? 读哪个学校? 跟哪个导师? 发过几篇论文,从没听墨白哥提起过你呢。 女孩仍旧笑着,笑意里藏着嘲讽。 原来她就是谢卓。 说出来,不怕被人笑话,我经常是间许墨白学校的论坛。 许墨白在学校人气很高,经常有关于她的帖子。 她从不和我分享生活,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她。 谢卓这个名字,经常和她一起被提及。 他们叫她俩,材料学院的金童玉女。 我见过她们的合照。 好像是某次比赛,二人站在最高领奖台上。 他们一同举起奖杯,笑得自意。 我承认,那一刻我真的很嫉妒。 窗外的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,许墨白始终在沉默。 面对谢卓赤裸裸的挑衅,她没有半点要维护我的意思。 我是许墨白的女朋友。 我轻声开口。 饭店是加敏菜私房菜,菜单上的数字让我腿软。 谢卓轻车熟路地点菜。 佛跳墙,白斩鸡,酿豆腐,这几样先来上,墨白哥爱吃。 许墨白爱吃这些吗? 我不知道。 在成为天才之前,许墨白和我一样,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。 我们约会,一般是在路边的小店。 偶尔奢侈一把,会去吃个火锅。 什么敏菜,听都没听说过。 谢卓把菜单还给服务员。 服务员离开之前,许墨白叫住了他。 加一道辣子鸡。 谢卓笑着转头,问许墨白。 墨白哥,你不是从来不吃辣吗? 许墨白喝了口茶,没有回答。 只有我知道,爱吃辣的人不是他,是我。 我又有些想哭。 许墨白总是这样。 在我即将放弃的时候,给我一点点追逐下去的希望。 就像那天偷吻被躲开后,他低头,轻轻吻了我的头发。 菜很好吃,我却有些食之无味。 连续四十个小时的火车,为了省钱,我只啃了一包饼干。 绝对的疲惫下,人反倒没有食欲。 时间很快来到十二点。 谢卓拍了拍手,几个服务员推进来一个巨大的蛋糕。 蛋糕有三层,装饰精美,每一层都站立着不同的人物。 他们穿着实验服,我猜是他们实验室的同僚。 最顶上一层,是肩并着肩,笑得开心的男女小人。 蛋糕推到许墨白面前,谢卓开口。 墨白哥,祝你二十岁生日快乐。 他指着最顶上的小人,又说。 也祝你和我,携手顶峰相见。 不合时宜的祝福。 因为刚才那道菜,我还是对许墨白有一丝不该有的期待。 期待他拒绝这个蛋糕,期待他为我说两句话。 可他只是浅笑着,向谢卓道了血。 随后,双手合十,前程许愿。 烛光将他一向冷峻的脸映照得柔和。 今天,一晚他脸上的笑容,比我过去几年见过的都多。 他许的愿望,会和我有关吗? 还是和谢卓一样,许愿他们能够携手顶峰相见。 他们是天才,我只是再普通不过的穷学生。 我们之间的差距,就这么赤裸而残酷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 所以,我更相信是后者。 烛光熄灭,满是黑暗。 我对许墨白的感情,好像也暗了一些。 谢卓鼓掌欢呼。 我强颜欢笑,也跟着拍了两下手。 谢卓挖下一小块蛋糕,抹在许墨白脸上。 他只是笑着,让他别闹。 哎呀,我竟然破坏了墨白哥这么完美的一张脸。 为了补偿你,就送你一份大礼吧。 谢卓变魔术一样,从身后变出一个大盒子,在许墨白眼前打开。 在看清礼物那一刻,我瞳孔紧缩。 下意识将脚下的盒子往桌下推了推。 盒子里静静躺着一台某品牌的新款电脑。 和我为许墨白准备的,一模一样。 墨白哥,你的那台电脑又就又卡,诺,送你台新的。 我没买太贵的,怕你不收,随便挑了一款,你不会嫌弃吧。 这台电脑,标价。 为了买下它,我做了半年机构老师。 每周末都要坐来回两个小时的公交,去城市的另一边给学生上课。 只因为那家机构的时薪比学校周边高十块钱,凝结了我无数寒睡的东西,我是做珍宝的东西。 只是谢卓嘴里轻飘飘一句,随便挑了一款。 握着筷子的手有些颤抖。 谢卓突然看向我,轻轻笑了。 诶,还没看见嫂子给墨白哥送的礼物呢? 说着,绕到我背后。 趁我不背,伸手直接拿走了盒子。 我没反应过来,连忙上去抢。 谢卓手上开到一半的礼物盒就这样掉在地上。 被我精心保护。 抱在怀里没撒过手的电脑,就这样砸在地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 不好意思啊。 谢卓嘴上道着歉,我却听不出一点抱歉的意味。 我蹲下身去,检查电脑。 机体有些变形,屏幕列了几条大缝,按开机键也没有任何反应。 许墨白蹲到我身边,试图来扶我。 李叔我难得从他的声音里听出几分心虚。 我抬手将他推开,麻木地将电脑收进盒子里。 随后,转身离开包厢。 出了包厢门,我拔腿就跑。 许墨白好像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 李叔,我体力不及他,被他按在饭店门口。 他喘着粗气,微凉的手指按着我的肩膀。 我抬头,和他对视,能清楚地看到许墨白眼底的错愕。 他的手颤抖着,扶上我的脸颊,抹开一片湿润。 我才知道,我哭了。 原来,被许墨白触碰,是这种感觉。 嘴角一片苦涩,眼泪流到颈窝,湿呼呼一片。 许墨白擦不进我的眼泪,最后干脆将我抱在怀里。 李叔,你别哭,你别哭他一遍一遍叫我的名字,语气慌张。 在我流泪时,我终于成为了他的例外,却已经不是唯一的例外。 或许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,他早已为谢卓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底线。 许墨白。 酝酿许久,开口时,我才知道我的声音可以这么坚定。 我们,分手吧。 许墨白顿了一瞬,在抬头时,眼底带着疑惑。 至于吗? 李叔。 他眼中情绪流转,最后不知想到了什么。 叹了口气,似乎有些许无奈。 李叔,你想让我哄你?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幼稚了? 我和谢卓之间,你不懂,别吓闹。 许墨白音调平淡,仿佛我是一道豪杰的数学题。 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得出完美的答案。 很显然,他觉得以我的智商理解不了他和谢卓之间的弯弯绕绕。 更没有必要对我这个凡人解释。 认为我不该幼稚,就该像从前每一次一样。 假装无事发生,像由他掌控的宠物。 我突然有点想笑,眼泪却滑进嘴角。 我抬手,本打算给他一巴掌。 却在一瞬间,失去了所有力气。 指甲划过他的脸,留下一道浅浅的血痕。 许墨白,什么天才,你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臭傻。 许墨白呆了一瞬,抬手摸了摸脸。 忽然开口,这样,你就消气了。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,谢卓突然跑过来。 看见许墨白脸颊血痕的那一刻,眼神骤变,仿佛要将我生吞活泼。 他护在许墨白身前,带着哭腔,你有什么冲我来,为什么要欺负墨白哥。 冲我吼完还不过瘾,谢卓走上前两步,伸出手朝我的脸打过来。 我抬手阻挡,和他指尖相碰的那一刻,我看见他眼里一丝得逞的笑意。 啊,谢卓跌坐在地,捂着脚踝。 可我分明没有用力。 李说,我没有我和许墨白同时开口,声音在空气里碰撞。 一道无辜,一道饱含怒气。 你应该知道,我们之间的事,和第三人无关。 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为自己变白的欲望,在那一刻消失殆尽。 我看着许墨白将哭泣的谢卓打横抱起,他转身离开前,看了我最后一眼。 目光冰冷,像看一个陌生人。 他极少表露情绪,如今却因为他,再次破解。 他们互相纠缠,像两株藤腕。 我忽然想起了高考后发生的一件事。 那次和许墨白一起出门旅游,我烧到了四十度。 我求他送我去医院,他犹豫再三,还是叫了救护车。 李说,你能理解我的,对吧? 救护车来时堵车,到医院时,我差点烧成肺炎。 闺蜜安晴知道这事后,弄骂许墨白不是个东西。 说他根本不爱我。 那时我还替他辩解,说他天性如此,不是不爱。 如今,当年那颗子弹正中眉心。 怎么同样的情形,他突然就忘了救护车呢? 我必须得承认,他并非不会爱人。 只是,懒得爱我。 我订了第二天最早的票回学校。 我在世,人生地不熟,兜里又没钱。 只能在火车站的角落将就一夜。 回学校,便生了一场大病。 我在医院病房醒来时,安晴的眼睛又红又肿,像个大核桃。 李叔,我早就说了,许墨白不靠谱。 安晴一直不喜欢许墨白。 他骂我是个恋爱脑,许墨白是个直男癌。 若是放在以前,我早就开口反驳。 可现在,经历了这么多,我早已失去了反驳的资本。 只能点点头。 安晴,我要是早听你的,就好了。 说话间,手机铃声响起。 这是我给许墨白设置的专属铃声。 去年我过生日时,许墨白说可以实现我的任何愿望。 我死皮赖脸地求他给我唱了两只老虎, 并且设置成了手机铃声。 他半是无奈,半是纵容地看着我笑。 那时候,我真以为,幸福降临到了我的手心。 我以为,许墨白会为了我渐渐改变。 我们最后会成为全天下情侣中最普通也最幸福的一对。 我嘴角泛起一抹苦涩的笑,又有些想哭。 挂断电话,将许墨白拉黑。 点开微信,许墨白头像难得有几个红点。 他问我在哪儿? 拍下了谢卓打石膏的照片。 因为你的任性,别人受到了伤害。 我们之间的事,你不该把它牵扯进来。 过去一片绿的对话框,难得出现了白色。 却是为了别人,在责怪我。 我没忍住,眼泪一滴一滴砸在手机屏幕上。 我和许墨白相识于初中,陪伴彼此走过青春岁月。 他对我来说,不只是恋人,也是仰望和追逐的目标。 考试失利时,他笨拙地安慰,高考前针对我的专门辅导。 从不写作业的天才少年,为了平凡笨拙的我,手抄了一大本独门学习笔记。 我捧着笔记,心跳如骨。 装作不经意地发问。 许墨白,这么用心,你是不是喜欢我啊? 用玩笑隐藏着真心,声音都在颤抖。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。 他突然开口,声音平淡,如往常一般,像在讨论今天的天气。 嗯,喜欢你。 我惊愕地抬头看他,窗外晚霞灿烂,映红了少年的半边脸颊。 那一刻,我以为他在为我心动。 我就这样,成了天才的女朋友。 周遭的质疑如海浪,也没有动摇我。 我就这样在他身后,追着他跑了好远。 半年时间,从普通二本学校提升到学校。 再到现在,有机会拿到许墨白学校的保颜名额。 我咬着牙,只为离他更近一点。 明明就差一点,就差一点我就能走到他身边。 可我努力了这么多年,没人告诉我,人也是会变的。 人是会变的。 那个在如火天幕下对我表露爱意的男孩,现在却喜欢别人了。 我手指在键盘上悄悄打打,打下大段文字。 解释,控诉,怒骂最后,再一个字一个字删掉。 没必要了,我想。 许墨白,我大发慈悲,给你们不识人间烟火的大天才科普一下。 你这个行为,叫出轨,发完这句话,我点开了他的头像。 加入黑名单,你将不再收到对方的消息,手指悬停在确定键上,好久好久。 最后,还是按了下去。 趴在安晴怀里,失声痛哭。 我的生活里,再也没有许墨白的消息。 失恋是一场漫长的灵池,炖刀子割肉一般。 想到那个人的时候,心脏就会骤然收紧,很疼很疼。 但是久了,也就疼麻木了。 从始至终,我没有做过半件错事。 问心无愧的人,不该被困在错误的人里。 我投身于繁忙的学业中,强迫自己不去想许墨白。 可就在我以为我已经快要从失恋阴影中走出来时, 我们却以一种奇异的方式,再次纠缠在一起。 我没想到,我火了。 起因是,有人在许墨白学校的论坛上,磕他和谢卓的。 帖子人气很高。 大多数评论都是好甜好甜,俊男美女所死。 可后来,却出现了一条格格不入的评论。 是我多出一段记忆吗? 许墨白好像有个谈了好几年的女朋友啊。 一旦激起千层浪。 这条评论瞬间引起热议。 啊?不可能吧? 那谢卓岂不是小三? 拿不出证据就别瞎造谣好吗? 许墨白一直独来独往,哪里有女朋友的影子啊? 我和许墨白一个戏的。 他性格有点古怪,反正我只见过他对谢卓一个人那么亲密。 有人为了佐证,晒出许墨白和谢卓的无数合照。 共同登上领奖台的,一起参加校园活动的他们永远肩并着肩,永远笑得灿烂。 那条关于我的评论很快删除,可热度却不减。 甚至被搬运到了其他平台。 许墨白和谢卓有名校光环加持,再加上在校内也算风云人物。 所以,一下子引起了极大关注。 评论区竟真有我们的高中校友,发出了我和许墨白的合照。 证实了我们的情侣身份。 那谢卓是什么?不言而喻。 事情发酵几小时后,谢卓发了长文,澄清自己不是小三。 不光如此,更是贴出了两张照片。 一张自己矫缠石膏,另一张是许墨白脸颊受伤的照片。 并且说了这么一段话,长久以来,墨白哥单方面受到这位女士的纠缠,早已多次表达过不适。 可这位女士非但不收敛,还在墨白哥生日当天追来时,在遭到拒绝后,恼羞成怒。 将墨白哥打伤,又将上前帮忙的我推倒,导致我左脚脚踝骨折。 看在相识已久的份上,墨白哥选择不予追究,但我们也不希望宽容换来恶意重伤。 李叔女士,愿你好自为之,网络上是是非非,从来没有人有精力去探寻真假。 这一则颠倒黑白的声明,直接将事件推向高潮。 谢卓直接将我的姓名公之于众,再加上曾有人在评论区放出过我的照片。 网友顺藤摸瓜,直接扒出了我的全部个人资料。 他们冲进学校的论坛,怒骂我是心理变态,说我丑人多作怪,是见不得别人幸福的蟑螂。 教务处的老师找到我,委婉提醒,说我的所作所为给学校带来了太多负面影响。 李叔同学,学校无意干涉你的私生活,只不过这样下去的话,你出国交换的名额,怕是学校一直有去国外交换的项目。 和我相熟的老师几次建议我去试一试。 可当时我一心想保上许莫白大学的言,为了祭典和学分忙得焦头烂额。 再加上不想和许莫白一国恋,所以拒绝了老师的建议。 抱着破电脑回来的那天,我突然就想通了。 在系统关闭的前两个小时,提交了交换申请。 以我的成绩,本该板上钉钉。 可谁知出了这档子时。 教务处老师手机屏幕上的界面停留在谢卓的主页上。 他又更新了。 照片里,他手上扎着吊针。 无意中拍到了身旁为他冲药的一只修长的手。 配文,有你在,要再苦也不怕。 评论区分为一片祥和,都在住他和照片里这位先生。 还有人暗讽我几句。 这才是正宫待遇,某人看见了怕是会羡慕的跳脚吧。 呵呵。 我生病时,许墨白只会让我多喝热水。 我把目光从界面上一开,拿出手机。 点进草稿箱。 找到那份我熬了三个月整理好的证据。 里面点点滴滴,是我和许墨白幸福过的证明。 我本来打算在婚礼时向世人展现。 如今却成了我的保命符。 我轻轻点下发送件。 老师,您可以放心了。 证据发出后没多久,我便接到了许久不见的高中同学的电话。 电话接起,那头是许墨白的声音。 他声音疲惫。 闹够了吗? 李叔。 把东西删掉。 我怒急返校。 闹。 因为谢卓撒谎,我被连续网报几天, 去食堂吃饭,都有人朝我翻白眼。 因为谢卓撒谎,我差点被学校处理,失去出国名额。 你却来指责我。 许墨白,你和谢卓确实很相配,你们不要脸得如出一辙。 电话那头沉默一瞬。 你要出国? 我怎么不知道? 我冷笑。 许墨白,你别忘了。 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许墨白长叹一口气。 李叔,我们没有分手。 这里面太多事你都不懂,之后我慢慢跟你解释。 你先把东西删掉,谢卓现在状态很不好。 即使我早就对许墨白彻底失望,可在这一刻,还是忍不住心凉。 事到如今,他还是想着敷衍我。 我所经历的一切痛苦,在他眼里不值一提。 关于我的谣言,在网络上发酵三天,他一声不吭,却因为谢卓状态不好,主动来低头求和。 原来他会上网啊。 我没忍住,骂了句脏话,挂断了电话。 坐在椅子上缓了一会儿,直接拨通了报警电话。 他不是说谢卓状态不好吗? 那我火上浇油,让他尝尝吃官司的滋味。 谢卓的行为已经属于诽谤。 迫于网络和警方的压力,谢卓删除了造谣的内容。 然而,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 他发言的截图,还有秀恩爱的照片,在网络上满天飞。 热度比起当时的我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谢卓所在的学校也发布了声明,表示会严肃处理。 正当我以为一切都好起来,专心准备出国时, 却收到了一个噩耗,属于我的名额,被取消了。 我再三追问原因,得到的却只是老师敷衍的一句, 这是学校安排,我们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。 很晚了,快走吧,我们要下班了。 教务处的大门,砰得一声关上。 此时已是深秋,天上飘着细细蜜蜜的雨,平添一丝凉意。 我抬头,路灯下,雨幕里,一个久违的身影站在那儿。 许墨白,晦气。 我打算当成没看见转身离开,却被他死死扣住手腕。 令人站立的良机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 李叔,我甩开他的手。 滚。 他看着我的身后,忽然来了一句。 你现在撤诉,或许还有机会。 我定在原地。 半个月前,我向法院提起自诉。 将谢卓告上法庭。 对方提出私下和解,我没有同意。 电光火时间,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 谢卓搞得鬼。 许墨白只是说, 我早就劝过你,你去撤诉,我会帮你跟老师说情。 我嘲讽地笑道,你去说情,不怕谢卓不高兴。 命拆一座庙,不悔一桩婚,我可舍不得让你们这对苦命鸳鸯,反目成仇。 许墨白摇摇头,神色纠结。 不是,我不会跟谢卓有什么的,你乖乖听话好不好。 乖乖听话。 我忍不住浑身颤抖。 抬起手,那早该落下的一巴掌,狠狠地打在许墨白的脸上。 许墨白,喜欢过你,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。 他的头偏到一边去,许久没有转过来。 许墨白永远不懂,我喜欢的不是天才。 真正爱上他的那一刻,或许是因为他在小巷里保护了受欺负的小女孩,也或许是他在雨夜买下了摆摊奶奶的全部东西。 那才是我认识的许墨白,虽然看起来有些冷漠,但其实正义感十足。 还是那句话,人是会变的。 曾经光风际月,绝不与人同流合污的少年,如今也烂透了。 撤诉,绝不可能,尽管来对付我,我相信真理永恒。 别再来找我了,许墨白。 有洁癖的,不光是你,别人碰过的男人,我也闲脏。 许墨白又上来拉我。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,声音尖锐而急切。 李叔,我抬腿猛的一脚,皮鞋踢在他身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 我听见他痛得闷哼一声,却仍不撒手。 许墨白,别让我恶心你。 身后的男人沉默,最后还是轻轻地,一点一点地,撒开了我的手。 我头也不回,向雨中跑去。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许墨白,就在他来找我的前一天,我收到了一条私信。 那人自称是和许墨白同一个实验室的师兄。 问我知不知道,为什么许墨白这样在意谢卓。 我原本没打算回复,他却自顾自地发过来几段话。 去查查谢卓的父亲是谁,你会有惊喜。 谁不想有一个好岳父,奔一个好前程。 要是我被谢卓看中,或许也能发论文,发到手软。 你应该没有体会过那种辛辛苦苦准备的东西被别人抢走的感觉吧? 我已经体会过很多次了。 我们都是受害者。 那时我不愿相信,因为我认为,至少许墨白的学术能力是可信的。 毕竟,他可是天才。 可我心里还是产生了一些模模糊糊的怀疑。 我去查了许墨白的导师,他也姓谢,照片里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,笑得儒雅随和。 那张脸上,能看到谢卓的影子。 在门口看到许墨白时,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手机录音。 现在,这段录音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机里。 屏幕上,许墨白的师兄又给我发来了新消息。 他坐在天台上,脚下是万丈深渊。 他不会让我毕业的,我不想活了。 我手指微动,这一次,我回复了他。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我们的确是受害者,但谁规定,受害者只能坐以待毙。 我联系了许墨白的师兄吴伯舟。 幸好,他手里留存了不少证据。 我的账号因为之前和谢卓之间的世纪大战吸引了不少关注。 为了流量,我们将证据整理后,连同录音一起发在了我的账号上。 顶尖大学博士生受导师压榨,学乏强权迫害无辜女孩。 随便哪个话题都能瞬间引爆互联网。 许墨白所在的学校迅速做出回应,暂停谢卓父亲的一切工作。 那天,许墨白疯了一样联系我,电话那头,声嘶力竭。 李叔,你怎么敢?你怎么敢? 我轻轻一笑。 开庭那天,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气。 法院认定谢卓诽谤罪成立,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,缓期两年执行。 他在法庭上崩溃大哭,不知他有没有一刻后悔,为了一个男人闹到如今的地步。 同日,学校对谢卓父亲的处理结果也被公布,开除一切职务,撤销其教师资格。 其实验室的一众学生都被转到别的导师名下,除了许墨白。 经过调查,他发表的七篇论文,只有三篇,自己亲自参与研究。 抱紧谢卓大腿,显然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。 事情败露后,全校哗然,校园男神成了人人喊打的小偷。 曾经的天才少年,终于跌落泥潭。 许墨白退学后,没人再见过他。 有人说他去了某大企业幕后,有人说他回了故乡的小城市送外卖。 孰真孰假,没人能分清。 没过多久,属于我的交换名额恢复了。 过安检时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 人群中,熟悉的身影好像一闪而过。 我没再回头,没再纠结究竟是谁。 这一次,我要奔赴的,是自己拼来的前程。 我去,李叔,你真的要结婚了呀。 和当年那个窝囊学长,坐在驾驶位的吴伯舟,嘴角一抽。 我大笑,朝着电话那头的安晴解释,什么窝囊学长,人家有名有姓,江州科技吴伯舟。 这么多年,也该有个结果了,没骗你,可要来给我做伴娘。 我出国后,人生地不熟,吴伯舟没少帮我。 一来二去,就混熟了。 一年后,吴伯舟博士顺利毕业,那一晚,一米八几的男人嚎啕大哭,像个孩子。 他说,我是他的救命恩人,给了他第二条命的神。 当然,神如果愿意跟他谈恋爱,他更是会感激涕零。 我答应了他的告白,不光是因为他这番感天动地的言论, 更是因为,他是一个正直善良,脚踏实地的人。 恋爱后,我们感情一直很稳定。 交换期结束,我留在国继续读研。 吴伯舟则选择创业,和几个师兄师姐一同创办了江州科技。 又是两年过去,我结束学生生涯,打算回国发展,吴伯舟创办的江州科技也小有起色。 这次,便是回来筹备婚礼事宜的。 电话那头,安晴还在感慨,世事无常。 他沉默了一瞬,随后说,你知道吗? 许墨白也要结婚了。 我轻轻嗚了一声,内心实在没什么波澜。 倒是吴伯舟有些急,抓过手机和安晴匆匆道别,随后直接挂断电话。 亲爱的,我们还要去好几家电视婚纱,要快点,否则来不及了。 我没有戳穿他转移话题,只是轻轻笑了笑。 好,都听你的。 是世界顶尖婚纱品牌,半年前我在杂志上看到那款号称主设计师耗尽必生心血的大作,一见倾心。 这次,就是专程赶来式的。 我和吴伯舟早就预约好,可到婚纱店门口时,却被拦下了。 店员满脸纠结。 能不能请两位稍等一会,现在里面发生了一些状况。 尽管他说的隐晦,我还是能从店内传来的争吵声里,听出一二。 不就一件破婚纱吗? 老娘还是不得了,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 女生生死历劫,店员温声细语地解释。 你是,这款婚纱已经有客人预约去你妈的,见人,瞧不起我。 女士,您如果再继续闹下去,我们只能叫保安了。 我总觉得这个声音有些耳熟。 下一秒,保安架着骂骂咧咧的女人出来,我才看清了那张脸。 谢拙。 看见我时,她口中的怒骂停下,也愣住了。 许久不见,她瘦了很多,也黑了很多,和我记忆中那个青春洋溢, 嚣张跋扈的样子相去甚远。 如果她在的话,那店里面另一个人是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店内走出,不是许墨白又是谁。 她有些发福了,穿着不太合身的衣服,眼睛里满是疲惫,在不似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。 我们对视那一刻,她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 店员陪着笑走过来,不住道歉。 抱歉,李女士让您久等了,您预约的婚纱,就在里面这边请。 我点点头,没再施舍那二人半个眼神,扯着吴伯舟往里走。 不愧是的主打款站在镜子前的那一刻,我呼吸几乎停滞。 我很少用流光一彩来形容一件衣服,但它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丽。 光荡,吴伯舟手里的杯子落在地上,嘴巴微微张着,我笑着拍了下她的手。 看傻了,嗯看傻了,吴伯舟的眼眶竟然有些泛红。 就这条了,我何得何能,竟然能娶到你这样的老婆。 挨她又再夸张了,谁说理工男不解风情。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,便被门外一阵怒吼打断。 许莫白,你要死是不是?你还喜欢他?你也不瞧瞧你现在,除了我谁还要你?人家现在还看得上你吗? 你必须得和我在一起,你死也得和我死在一起,这是你欠我们家的。 谢卓疯了一样,一边哭一边往许莫白身上垂打。 可许莫白不为所动,双眼直直地看着我和吴伯舟的方向。 吴伯舟撇了撇嘴,挡在我身前。 我扭头看向身旁的店员。 这种情况,你们店不处理一下吗? 店员如梦初醒,连忙呼叫保安。 保安伸手去拽谢卓卓卓,却躺在地上打滚撒泼。 不大一会儿,周围就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 有了观众谢卓,更加变本加厉,朝着许莫白哭诉。 我和吴伯舟,暴毙静静看着这场大戏。 许莫白终于忍受不了。 你能不能别闹了? 他踢开谢卓扯他裤脚的手越过人群,闷头往外走。 谢卓愣住,盯着自己的手。 没热闹看了,人潮散去,只剩谢卓一个人坐在店门口的地板上。 那一刻他是否后悔,选择了许莫白。 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。 我捏了捏吴伯舟的手,这双手温暖宽大,我们相互扶持,走过了漫长岁月。 不存在谁仰望谁,不存在谁追逐谁。 或许,适合我的爱情,本该如此。 好啦,就这条。 我们回家,你给我炖排骨。 吴伯舟握住我的手,语气温柔。 好。